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张飞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的电影是《追凶者也》 影片是黑色幽默悬疑片 剧情里有的人为了面子 有的人为了李子 有的人面子李子都想要 悬疑做得很好 把紧张的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种叙事方法不会再让看者处于上帝视角 一下看出故事的全貌 而是带入到了不同主角各自的视角 一层层拨开事情的真相 老宋四十多岁 小镇上的汽车修理店老板 当过兵 人高马大 相对其他村民而言 他算富裕的 在西南地区来说 他的身高和家境 都容易成为别人的嫉妒对象 假之他性格耿直 倔强 在小镇上人一儿并不是很好 小凤是二十七八岁 县城叶总会内长导安 潜逃多年 原名陆凤城 做事讲究细节和名声 但脑子里经常缺根筋 爱上了叶总会里的一个座台小姐 两人计划赚钱去省城买房子 小王二十出头 无业青年 好吹牛 曾因盗窃罪坐过牢 出狱后交了个女朋友 在县城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听人说广州的工厂天天招工 而且工资很高 他一心想去 但始终没有筹到路费 小华二十左右 县城宾馆的服务员 小王的女朋友 年轻漂亮 爱打扮 对外面的世界有憧憬 但还没有完全的勇气 去拥抱她 这种年纪的女孩 都是情感动物 她单纯的爱着小王 谭姐三十五六岁 座台小姐 小凤的相好 因为吃的就是这碗饭 皮肤白皙 性感大方 风月尤存 她不甘于小县城的生活 想在退休之前 赚到去省城买她房子的钱 这种片段式的叙述 让很多包袱和伏笔 最后一段集中丢了出来 制造出了很棒的喜之效果 这部片子的人物 和现实生活中一样 没人是上帝 每个人都处于自己的角度 只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而永远不会了解别人的经历 好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